小禮說愛心也愛人在塞里頂著一位 廖英龍為了家共產業令日 在今年報名雲林科技大學英建管理社 並在口氣進行來給人家 向太平馬基萬 結果順利康條 特別請出這組五十幾個出港幣 來打賞馬祖 也希望將這些努力精神來趁打出去 下心廖英龍 心心向塞里太平馬敬拜 多謝太平馬佩優讓他順利康條雲林科技大學英建管理社 因為我本身是西羅的小孩 西羅子弟 從小是在新家馬後面那邊長大 然後因為出外工作 想說偶爾都會回來 那想說這次考試 來跟太平馬求求看 廖英龍雖然已經是社會臨書 但為了合室緊加專業的地勢 和蜜蜜合身時代遺憾 所以決定繼續進修 博客婦人科技大學英建管理社 並且在科技進行 來好形容向太平馬技圓 後來順利康條 所以就自己請出這組五十幾個出港幣 來達賞太平馬的比喻 然後那時候想說 欸我剛開始學 那想跟媽祖講 因為你說還願什麼東西 我想一想去說 用我親手做的比 那我一直練 有做壞掉或什麼樣子練 然後就跟媽祖教說 如果我能考上五十隻 我這個親手做的手工筆 來還願 然後讓媽祖去送給 有需要的人 這樣子 不可能表現 還是今年有靠到 國立大學的學生 博士的學生 拿著相關這名來行願 也就是社會人數 想要討一個好拆討 用文章地圈 擲三星輩 都可以到好形容來領處 只要今年 只要是國立的碩博士的 一個考生 只要憑學生 一個準考證 跟考試通知單 錄取通知單 然後或是註冊證明 然後來福興公還願 然後就可以來跟我們領取 那只要社會人士呢 來向文昂帝君祈求 一次機會連續三個聖杯 那這樣子的話呢 希望讓同學們 同學的 料同學的 這樣的心意 讓更多人可以感受到 廖英龍自己是真打拼 還有太平馬的秘優 這次科技才能順利 今天就由廖英龍的手工筆 可以將努力進出的精神 傳達給五元的科興 記者 頂佩瑩 蔡鳳報道